最後我們把ActivePlanet做一個Ending 你回到這邊來 回到這邊 如果你影片已經做好 當然專案檔你還是要儲存嘛 對不對 這本來就應該的 好 那我們來看怎麼把 你做好的這些內容 把它輸出變成影片 在哪裡 上面有一個叫導出 有沒有看到上面這裡有一個叫導出 你就把它按下去 那它呢 因為它本來就是做所謂數位教材 所以你可以發現 除了變成圖片 變成影片之外 也沒有很多互動的 還有Office的文件都可以 只是呢 你要用 你如果用到是右手邊這邊的功能 一樣都可以用 只是有個浮水印 而且沒有日期限制 所以這個軟體商還算蠻有良心的對不對 好 你就按一下視訊視頻的部分 預設呢 輸出就是把我們設定成什麼 格式就是MP4的 那我們剛剛有設定我們專案大小有沒有 我是用1280x720 所以這邊就這樣 那就直接按確定 它預設其實會輸出在你的那個專案資料夾裡面 如果你要不一樣地方你可以按一下這個瀏覽你就可以自行指定不一樣的那個輸出位置 這樣了解嗎 好我就 指定到 上面這邊來好了到桌面上來 好確定這樣就出去了 事實上說真的利用它在輸出的過程喔 其實 Ateventer也可以做一件事情 做什麼事情你知道嗎 投影片之間可不可以做轉場 對啊 PowerPoint也可以他也可以 只是他的轉場不多啦 大部分都是彈出彈出啊 或者比較簡單的 因為那個不是他最主要的 好不是他最主要的 好我已經輸出好了 我就 按一下查看 他就把它打開囉 有沒有這樣就出來了 可以嗎 你有如果有需要加聲音 可不可以加聲音 當然可以可以可以 我補充一下怎麼加聲音進來 好了好不好 來 你們平常如果YouTube上的聲音要把它抓下來 你會用哪一個 有好多對不對 對啊我也不知道你會用哪一個 所以你可以先找一段 找一段你要的 其實最近今年那個YouTuber很紅嘛 好多YouTuber都 很努力吼 因為現在 我們也是YouTuber啊 都努力希望大家比較厲害一點 好假設我 找到一手 我大部分會用這一個啦 有一個叫做 叫做那個 會用這個P-E-G-G-O啦 叫做P-E-G-G-O 點TV 我大部分是用這個網站 那我把網址貼進去之後 它可以幫我做兩件事情 一個是我可以把影片下載下來 一個是可以直接下載 等音樂就好 就聲音的部分 而且 它有個好處是 我可以直接在上面做剪接 這個網址叫P-E-G-G-O 它也有手機APP 不過我覺得 我們是盡量減少啦 就是 方便用為主啦 我就盡量不要用安裝的 有雲端服務 就盡量用雲端服務 大多數的影片都可以下載 除非說有些網站 有些影音 它是有 特別做版權保護的有沒有 它上面會不能下載 但是 微數不多 大部分都沒有特別 特別那個 那所以 如果我需要這一首歌 我就按一下 NP-3 那我不需要那麼長 我就一段就好了 我就拿一段下來按 Dulog NP-3很快 NP-3一下就下載下來了 好 我這樣下載下來之後呢 我就可以在哪裡 在這邊 好 你來看一下 我已經有了對不對 我的影片 音樂已經有了 我就可以拿來這邊播放了 你看我把它丟進來 按著丟進來就好了 哇 沒有 沒關係 我就從前面 這裡 插入 插入 聲音 聲音 來 插入聲音 在哪裡 在注釋這裡 它中文沒有翻錯 因為那個英文叫 annonate 確實中文是翻到注釋 沒有錯 只是一般我們大部分都用 插入比較多 在這邊 有沒有 這裡有很多 有沒有看到音頻 你從這裡也可以 我就從文件這邊 我就來找到剛剛那個 下載的 在那裡 這個使用者下載 好 找到了 有沒有進來了 一個喇叭在這裡 有看到 還有一個喇叭小小在這裡 但是呢 如果你是這樣子 我問一下各位 你有沒有在PowPow裡面插入過聲音 或者音樂 我們應該這樣講 沒有 沒有 因為那種通常是用在什麼 無人看守的地方 叫做自動播放 你平常如果在做簡報 你大概不會希望有個聲音在那邊 干擾你嘛 好 那這邊的處理方法其實跟PowPow一樣 如果你今天沒有特別處理 你看一下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個喇叭 可是下面這裡有沒有 沒有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希望這個聲音能夠播放到所有的其他的投影片 請在上面按右鍵 播放到多個幻灯片 有看到了嗎 不管頂層或底層都一樣啦 因為聲音看不到嘛 這樣就好了 所以我現在來Play一下 他的Play有兩種 一種是全部預覽 一種是只有看當前的 不過說真的 聲音的部分用這樣Play會比較不準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我會建議就是重新再輸出一次 那我像我這邊 我就重新再輸出一次 把剛剛那個把它蓋掉就好了 OK 那等一下我們就來看看 有沒有每一張投影片都有 不過最主要是 如果你有影片有聲音 又有背景音樂 那那個音量的大小就要特別注意一下 好 就要特別注意一下 現在輸出好了 有聲音了對不對 有嗎 有嗎 也有對不對 這樣瞭解了齁 那你要大小聲怎麼辦 來這邊順便看一下齁 如果你真的有需要大小聲的 在這裡 你就把那一段 比如說 他需要這一段 可能我 我們有影片在講話 背景因為要小一點 你把它選起來之後 哪裡有大小聲 你家 有沒有看到喇叭 有齁 就是這個地方 喇叭你把它按一下 這裡 有沒有音量 你就可以從這邊把你選到那一段的音量大一點或小一點 這個就這樣就可以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 我們怎麼今天 大家都這麼配合沒有問題 所以我可以介紹一個網站給大家嗎 可以齁 去 因為你們都沒有問題啊 我就介紹沒問題給你們看啊 有一個網站叫沒問題啊 這網站上有很多 網頁設計還有免費資源 還有跟 一些行動裝置也好 或Photoshop影像處理的教學 還有很重要 可能各位比較有機會要那種攝影 好 所以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到這個網站 就給他沒問題下去就好了 OK 好